环保意识抬头了 很多的鞋子呢 鞋底都用环保的材质 但是你知道吗 应该是要天天穿才不会坏掉 那么高雄市呢 有两个妇人 她们就到了知名品牌的鞋店买了鞋 两家店呢 表榜的都是呢 是环保材质 柔软又好穿 结果两个妇人买了四双 花了一万两千多块钱 因为呢 后来是宝贝啊 不敢穿 结果不常穿 三个月之后呢 鞋底脱落了 碎成的一块一块 让她们非常的生气 但是又无奈 穿上了这双三千多块钱的 环保休闲鞋 夫人走一走 跳一跳 鞋底拼命掉 看到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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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子 这个手上都 可以把它剥光 对啊 就是这样 随手一剥鞋里的环保胶质 整片掉落 还碎成这样 简直让夫人傻眼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和她一起去购物的朋友 也从鞋盒里 拿出自己相中的鞋款 但鞋底一样 碎成不能穿了 想起来就火冒三掌 按下去已经是空的了 这个已经是空的了 它已经是空的了 已经是松散 对 就不能再穿了 夫人说三个月前 他们一起到 一家知名的意大利品牌鞋店 购买了四双 全部环保胶底的鞋子 花了一万两千多块钱 还有点舍不得穿 没想到竟然成了这副模样 我买一匙 那是很贵的 我之前买得 喜欢你 都是白癌 这贵的 我买下 夫人气得是 店员并没有向他们告知 这种采取的鞋子 必须每天穿 让鞋底可以压实 增加密度 现在白花了钱 两人决定向 宵机会申诉 中级新闻 翁纯陈胜义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